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。 历史上的一个个谜团,往往是无数个人,事件和情节的交织,让人充满了猜想和想象。 在这其中,孝庄皇后的一句遗言,以及随后康熙和雍正两位皇帝的命运,构成了一个令人着迷的历史谜团。 据说,孝庄临终前留下一句遗言,康熙一生都未能实现。 直到三十八年后,雍正帝凭借非凡的智慧,才将这个谜题化解。 那这句遗言是什么? 为何会如此?难以达成? 清朝已经步入了鼎盛时期,经历了几代帝王的辉煌。 在这个时候,孝庄太后这位贤德的女性,对于清朝的发展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她不仅亲自辅佐了三代皇帝,更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,为清朝的基业奠定了坚实的根基。 孝庄太后的一生,可谓是清朝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。 她经历了清朝入关初期的种种波折,但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,最终使清朝的江山得以稳固。 对于她的孙子康熙帝来说,孝庄太后更是一位不可或缺的导师。 正是她的悉心教导,让康熙自幼登基后,能够顺利掌握朝政,成为一代明君。 然而,就在孝庄太后的晚年,一件看似平常的事情,却成为了清朝皇室内部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。 据说,在孝庄太后并重之时,她对康熙帝说了一句谜语般的遗言,其中隐藏着对清朝皇室根基的期望,以及她个人对这个家族的最后心愿。 这句遗言是,太宗山林奉安已久,不可为我轻动。 我心中舍不得你们父子。 不如就将我在你父亲的孝林附近,则地安葬吧。 听到这句话,康熙帝顿时陷入了沉思。 作为一国之君,她深知这份遗言的重要性,不仅要考虑到礼仪和传统,更要尊重孝庄太后的最后心愿。 然而,遗言中所涉及的问题,却是她一生中极为棘手的难题之一。 康熙帝在位期间,推行了多项改革,带领清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 但孝庄太后的这个遗言,始终像一块巨石压在她的心上。 她试图通过多种方式,解开这个谜题,但都未能成功。 时光飞逝,直至康熙帝去世,这个谜题仍旧悬而未决。 皇权更替,雍正帝继位。 与康熙不同,雍正面对这份遗言,展现出了不同的处理方式。 她不仅凭借自己的智慧,找到了解决的办法,还将这个过程处理得游刃有余,最终为孝庄太后的遗愿找到了一个恰当的落脚点。 雍正帝决定亲自介入这个问题。 她仔细研究了孝庄太后的遗言,在深入探究之后,她发现了一个可能的解决路径。 这不仅是对孝庄太后的遗愿的尊重,也是对清朝礼仪的一种维护。 雍正帝下令,在尊化选定了一个事宜的地点,准备为孝庄太后修建一座新的灵寝。 这个决定,既考虑到了孝庄太后生前的遗愿,也没有违背清朝的理治。 首先,雍正帝指派了一批金鱼建筑和风水之术的大师,前往尊化详细勘察地形,选择了一个风水宝地,作为孝庄太后心灵的所在地。 这个地点,不仅风景秀丽,而且符合皇家陵园的选址原则,既体现了对孝庄太后的尊重,也顾及了民众的情感和信仰。 在灵寝建设过程中,雍正帝亲自审定了设计方案,并多次到访工地,确保一切建设工作都能按照原计划顺利进行。 他特别强调,灵寝的设计要简约而不简陋,既要体现出皇室的尊贵,又不能过于奢华,以符合孝庄太后生前的意愿。 为了给孝庄太后一个安息的好去处,雍正帝亲自监工,对工程的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。 他希望这座灵寝不仅能体现出皇家的尊严,更要彰显出一种朴素大方的气质,与孝庄太后的品性相符。 在建设过程中,雍正帝多次召集工匠开会,详细询问他们的想法和建议。 他不仅虚心听取意见,更是亲自动手绘制了一些设计图纸,确保工程能够按照他的想象一步步实现。 就这样,在雍正帝的亲自操办下,孝庄太后的心灵终于在尊化拔地而起。 安葬日,雍正帝亲临现场,主持了孝庄太后遗体千葬仪式。 仪式上,他下令释放了数千只飞鸟,象征着孝庄太后灵魂的自由与生华。 这一举动,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尊敬和赞扬,也让孝庄太后的遗愿得到了完美的实现。 在仪式进行时,雍正帝一改往日的威严形象,满怀哀思地主持着一切。 当孝庄太后的灵鹫徐徐降入灵园时,他眼眶微红,似乎回想起了与这位慈祥的太后相处的点点滴滴。 作为一代英明君主,雍正帝此刻展现出了作为一个孙儿的另一面。 在心灵落成后,雍正帝还亲笔撰写了碑文,详细记载了孝庄太后的一身功绩,以及她对清朝和皇家的贡献。 碑文中,她对孝庄太后的智慧和勇气给予了高度评价,认为她是清朝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杰出女性。 雍正帝在碑文中写道,孝庄太后乃我大清家之栋梁,她以睿智温柔辅佐三代皇帝,为我朝开创了盛世基业。 她的一生,就是对忠孝两全的最好诠释。 今日为太后心灵力悲,不仅是对她的怀念,更是对她的崇敬。 这些铿锵有力的文字,无不透露出雍正帝对孝庄太后的无限敬意。 作为一代英明君主,她深知孝庄太后对清朝的重要贡献,因此决心要用最隆重的方式,为这位贤后立下永垂不朽的封碑。 此外,雍正帝还下令在心灵周围种植了大片的花卉和树木,使这片区域成为了一处美丽的景观。 她希望,这样能为孝庄太后提供一个宁静美好的修气之地,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一个记忆和静养的空间。 在雍正帝的精心设计下,孝庄太后的陵园渐渐成为了一处人间仙境。 花木浮书,溪流缠缠,整个园林弥漫着一股祥和的气息。 每当春暖花开时,这里就成为尤人最向往的去处。 人们可以在这里怀念孝庄太后的高尚品德,也可以欣赏大自然的美景。 为了纪念孝庄太后对清朝的贡献,雍正帝还设立了一个纪念日,鼓励国民在这一天缅怀孝庄太后的伟大事迹。 这个纪念日不仅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,也使孝庄太后的故事得以代代相传。 就这样,一句谜语般的遗言,终于在雍正帝的智慧和努力下,得以解开。 孝庄太后的遗愿,不仅得到了圆满实现,她对清朝皇室的期望,也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注脚。 雍正帝的这一系列举措,不仅展现了她对先祖遗愿的尊重,更体现了她作为一国之君的决断力和智慧。 孝庄太后遗愿之解,不只是对一个遗言的诠释,更是清朝皇室对家族责任与礼仪传统的一种坚守。 正是有了像孝庄太后和雍正帝这样的杰出人物,才使得清朝的皇室根基稳固,朝野昌盛。 他们的故事,将永远鸣刻在历史的长河中,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。 好了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。